好,現在來打這次的高難 我預先設想的配置大概是這個樣子 反正用NPC的藤奶應該還行吧 我自己的藤奶就還沒有練 所以就沒辦法了 好,這次的復刻版Reviver 終末錄音絕 不知道各位用什麼樣的組合來過這個 反正我現在是想簡單一點 大概用這樣的方法打一打就好 算是小小偷懶 然後現在錄音就用手機錄音啦 所以聲音什麼的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還請各位再見量 福福啊,你跑快一點啊 要休息啦 好,首戰就是這個誤會跟兩次啊 啊,我們一樣啦 反正按照攻略吧 先把這個誤會解決掉再說 好,我想看喔 好,我想看喔 這個 好,都開了好了 好,都開了好了 好,都開了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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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一樣 這個,這個,這個 這個 打傷害吧 看 那邊打的,把它打下場 這應該很難啦 哈哈 看這個傷害量應該不太夠 好 呃 这一步是吧呢 要结束使用 那还好 啊 给你 然后红的给你 再来 刚该按那个算了 呃 这样子好了 能来上啊 柴桥大师 我不是 让这个快要快就要 这个伤害 时代就没有我加ical 你不可以 我拿这个 有...有...有一點痛喔,大姐 大姐 很痛耶 這樣子好了,反正先把後面的抽掉再說 誤會如果大家在場上不停加NP,很麻煩 這好像有點多耶 他比我遇起來要多 好,好,好 好,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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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 嗯...可能要稍微處理一下 這個先開 好 然後...他再投 這樣子好了 喔,所以只有一次喔 那... 喔,好痛 實在是痛了一個誇張 這樣子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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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牠怪可以看到寶具了 這樣子好了 好 我嘗嘗 孔明可以放 架氣 孔明架氣 待會我可以 那我沒 哪一口 就這樣子好了 一方萬一都給開一下 我不需要 一樣的 一般的 順局應該還行 兩個都暈眩不錯 好 很好 這樣子就很不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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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这样子逼卡会不会算 我挺好奇的 爸爸這我真的不知道 這樣子好了 有耶這樣就算了 這樣有算的話還行 這樣就穿不了了 有個NP穿 真麻煩 現在是吃豆子還不錯 反而沒了 這樣真的很痛很痛 阿看勒 沒一點 孔明要換 這樣子 看看 不希望這裡走 這裡人就走掉 有 還行 那就這樣 反正B卡的傷害是一定會被吃掉的 就先把他打掉 然後 射 再來 阿 阿 不 不錯 不過這個階段 為我賺了不少NP 那接下來麻煩 那麻煩就是那個 梅林可能很快就下去 20%的梅皮 20%的梅皮 那這裡很猶豫 很討厭 很討厭 阿 這樣子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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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靠疼哪一個人 說實在的不夠給力 另外一個問題是要不要接這張紅卡 我想也不用 我們看看能拆多少的兩一次的血量 還不錯耶 應該有機會 暴擊沒有 沒有不會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 我想看喔 1 2 3 都還行 這個 這個 先吃掉B卡 然後寶具 然後再接一張紅卡 最後這兩張都有傷害 傷害的話 最後這張B卡會再多一點 應該還行啊 傷害有點低啊 被降攻 降得有點痛 這裡還有無敵貫通 所以基本上是接藤來兩張 兩張紅卡 對 這張還是要避免她 死掉 所以英雄塑造還是給她 然後 藤來 對不對 先破他B卡 最後 以第三騰的樣子 這些 他就好 啊 好 好 不錯 這個上去 等一下也是三五串 應該是 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這邊可以考慮七二家美食開集星 算了 應該也還好 沒爆的時候就再多打一點 用 不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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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所以他其實基本上都一定有 就從而滿 我是討厭 呵呵 真是討厭 嗯 看起來就是藤乃打的 比較痛 因為是有那個 額外的buff給他的關係 所以可能還是一般正常用藤乃這樣比較ok 這裡b卡要吃好了 我覺得 這邊應該還好 大姐不要再回了 你越打越多 雞呀 我頭就停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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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...拿到NP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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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我 我 在我 在我 。 一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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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應該差不多了 這一輪應該會死 吸個心應該有機會啊 去吧 最後的柴橋 這關真的是比較不難啊 你只要善用好藤來 其實一般來講應該是還好 然後紅卡的配置我建議 至少要五張啦 五張會好一點點 35 15 你也要確保你每回合都能摸到一張紅卡 這個差別就差在這裡 好 那麼我想這次的高難就打到這邊了 希望本影片有什麼 要怎麼講 大家看的還能夠接受啦 也算是一個失蹤人口的回報 哈哈哈哈 好 那最後我們看吧 那個 傳承接近拿到手 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是沐映星 我們下個影片見吧